我們現在要幫各位做一個示範實驗 然後問各位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後面就會交到 但是我希望你看過實驗之後 有心裡想過 然後你會對整個事情會更加清楚 這裡有一個高爾夫球 我量它大概46、47克重 這麼大 丟下去 會沉 沉下去 這裡有一個跳棋 我量大概兩克重 這麼小 放下去 會浮 R 比較重 所以沉下去 比較輕 所以浮起來 這個聽起來合理 比較大隻的沉下去 比較小隻的浮起來 這個聽起來不太合理 可是再換一個 這是一彈的子彈 你看 我量不測它多重 比一克還要小 比一克還要小 丟下去 會沉 它更輕 結果 沉下去 它更小 它也沉下去 所以顯然 是不是因為大 就會浮起來 或者是大 就會沉下去 不是 是不是因為重 就會沉下去 是不是因為重就會浮起來 也不是 顯然不是嘛 對不對 顯然不是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它浮起來 或者沉下去 去判斷它會沉 會浮的 因素 你想像是浮力 浮力是力啊 那應該會跟重量有關係 對不對 好像有關係 跟大小 感覺應該有關係 可是為什麼 既不是大小 也不是重量 那是什麼呢 這在未來 會有一個問題 我會提出來 跟問各位 我提到 講不講的這件事 就是鐵 不是會沉下去嗎 那為什麼鐵 鐵座的輪船可以浮起來 鐵不是在沉嗎 為什麼鐵座的輪船可以浮起來 這邊還有更大的球 更大顆 然後呢 它更重 它大概六十幾吧 六十七左右 六七顆球 你可以知道 哎呀為什麼它會浮 會浮嗎 所以再一次證明 不是因為大 或者因為小 會成會浮 不是因為重 或者是輕 會成會浮 那請問 決定它會成會浮 的是什麼 我後面就會交到 交到 但是我希望你先思考 你思考 那你會對事情 會有更清楚的了解 跟認識 OK嗎 OK 想一想 那是什麼東西 讓它決定它是會成的 還是會浮的 我們現在上的內容叫做福利 福利的來源是在流體中 所受的一個向上支撐力 所謂的流體指的是液體 或者是氣體 這個向上支撐力的來源 是來自於上下的壓力差 在上面有一個向下壓力 在下面有一個向上壓力 在底下深的地方 壓力比較大 所以會有一個合力 朝上 這個叫做 所謂的向上支撐力 我們在老師的局部中 自己討論過這件事情 你甭管我們討論什麼奇怪的事情 你就只要進個結果就好 就是因為上下壓力差 所產生的一個向上支撐力 我們稱為福利 那麼我也不仔細的推導給各位看 只告訴你結論 記住福利就是一個向上支撐力就可以了 這裡有個影片 影片要告訴你這個福利會跟哪些因素有關 影片中有個小缺點 它有一個要泡食鹽水 有一個要泡水 結果它沒有標示 所以你不知道哪一杯是食鹽水 哪一杯是水 不過意識到的就好了 現在平衡表示兩個一樣重 泡下去變輕 表示有受一個向上支撐力浮力 所以變輕了 這也一樣變輕了 有實驗結果不知 物體受到物體壓力的作動 產生向上的浮力 使物體重量減輕 讓我撐清血 將金屬化和黏土派 一起陌入裝潔的水槽中 觀察感受的變化 陌入水中的黏土派減輕的重量 比金屬還多 說明黏土派所剩的福利比較大 因為排態的體積不同 排態的體積不同 將兩個等重 也就是等體積的黏土派 一同陌入水中 我剛剛講說它沒有分誰是誰 誰是誰 然後實驗水 減輕的比較多 有實驗結果得知 過入密度不同的異體中時 連骨派在實驗水中 所受的浮力較大 所以感受下清水跟清血 由此得知 影響活力的高速 包括部體 握入液體中的體積 經濟體的密度 OK 就是實驗 然後就可以 由這個實驗當中 我們就曉得一些事情 第一個 我曉得它在議題中有受一個向上支撐力 就是我們稱之為的浮力 所以重量會減少 所以泡在水中重量會減輕 所以它有受到浮力 在液體中有受一個浮力 第二個 我發現 它的浮力的大小 跟排胎液體的體積有關係 OK 再來 還有一個叫做 一個叫石鹽水 一個叫做水 所以什麼東西 液體的密度 它會跟液體的密度有關 所以 一個東西所受的浮力大小 跟什麼因素有關 跟它所排開液體的體積有關 還有跟液體的密度有關 等一下 我們就會介紹公式 那個公式裡就會顯示出這兩件事情 一個叫做排胎液體的體積 一個叫做液體的密度 所以 從剛才影片中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在液體中 有受一個向上支撐力 稱為浮力 浮力的大小 跟它排胎的液體體積有關 它跟它的液體的密度有關 請把這兩個件事情 要給它記清楚 OK